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ROG Phone 7 剛剛就已經推出了 我相信大家有打開機都一定會有留意 這條影片就跟大家詳細介紹一下這部機有什麼新的東西 例如隱形掛機 自動一下槍,怎樣去幫到大家玩遊戲 還有就是 AI 自動拍片,記錄你最精彩的一刻 這條影片的主角 ROG Phone 7 以及會開到另一個箱,就是它的最佳拍檔 今代的風扇 今代的機背我就覺得比上一代的設計比較簡約 而最突出當然就是標誌性的眼睛 跟機包括火牛之外還有一個機殼 殼的設計跟以往都一樣 中間會有一些洞,就是用來透露燈出來 提供到保護性之餘,還保留電競的味道 說回規格給大家知道 CPU 就用以往最新的Snapdragon 8 Gen 2 效能就不用說了,最棒的就是它是支援光追這個功能 暫時就沒有遊戲做到,不過我自己覺得 光追都是大勢所趨,遲早都會有遊戲加入 螢幕方面就用了6.78吋,165Hz的更新率 無論你玩什麼遊戲都可以給你一個流暢的體驗 特別是玩彩車遊戲這類畫面這麼快的遊戲 容量方面有兩種,分別就是256GB配上12GB RAM 以及512GB配上16GB RAM 講完內容和規格,大家最關心的當然就是怎樣可以幫到手打機 只要在左上角掃到中間就可以開到Game Genie這個程式 裡面有很多功能都是很有用的 首先一定要說的就是Air Trigger 就在機頂的左右兩邊是特別適合玩槍遊戲 比如我自己設定左邊是Reload 右邊是開槍 而且這個按鈕一直都有進步 原本就模擬了只是按下去 之後還強化了不同的用法 例如你可以滑動又或者是可以體感 所以大家就可以因應不同的遊戲用不同的設定 另一個很好用的功能就是自動壓槍 平時我們玩槍遊戲如果沒有壓槍就這樣開槍的話 槍就會不斷地向上飄 如果我們用射擊輔助功能就不需要手動壓低它 開啟的方法就是進入Air Trigger的版面 在觸控的位置就可以選擇射擊輔助 我們就要設定輔助強度 為了讓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我就教最強 現在再用Air Trigger開槍 大家就會看到它會自動把槍壓低 我現在用槍的輔助強度大約10% 就是最舒服最準的 這個功能就因應大家玩不同的遊戲用不同的槍械去調整 講完Air Trigger之後再講一些新的東西給大家知道 內置一個AI功能在遊戲中為玩家作出提示 像傳說對決一樣,藍Buff出現的時候有上角就寫出來 我們就給了一個喜歡玩傳說對決的朋友試過 他就認為對新手幫助會大一點,讓他可以容易上手 而另一個功能反而他很喜歡就是這個 精華智慧錄影 開了之後就會認到一些精彩畫面 可以幫你記錄低變成一條影片 方便你分享給朋友看 打完這場之後就會自動幫你的精華片段全部剪掉出來 以上這兩個功能暫時就是支援一個遊戲傳說對決 日後應該會有其他新遊戲支援到 剛才我們就玩了一些槍遊戲和Moba遊戲 另外有些手機遊戲是需要掛機的,這個新功能真的很有用 在Game Genie的左手邊最下方 就有一個隱形掛機模式 可以讓你選擇限時或者自訂時間 開啟了這個模式之後 遊戲繼續打,你可以退出到桌面 開其他APP都可以,平時掛機電話是做不到其他東西 現在就可以上網看Youtube都可以 我們回到Game,其實還在玩 另外有些Game的副本需要重新再開 所以這隻Game還有一個巨集功能 像這隻Game一樣,我們再開Game Genie 再按右邊巨集這個按鈕 其實我之前就錄了一個指令 再按開始 左上角就多了三個按鈕,我們按左邊的是巨集掛機模式 啟動了這個模式之後 左邊的按鈕就會穿了紅色 接著就可以按最右邊的Play鍵 就可以正式用巨集掛機 接著我們就會看到畫面是灰了 再按中間的按鈕可以退出桌面 同樣也可以做其他東西,例如看Youtube 下面這隻Game還在找 看回我們之前開箱的RG Phone 5S 哈哈 回到這隻Game,其實可以看到它現在溫了多少次巨集 現在就差不多溫了一次 即是我們的副本快完成一次 我覺得這個掛機功能真的很有用 加上巨集功能可以幫助我們做到一些重複性的任務 很快就開始做第二次了 這條影片說了這麼多對玩家有幫助的功能 其實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可以移按鍵震動的功能 令到大家玩家的時候可以有感覺 有五種不同的震法 選擇之後就會對應在螢幕上設定的位置 放近這個麥克風給大家聽聽它的震動的聲音 始終玩手機的Game就是在螢幕上按鍵 有這個按鍵震動的功能其實就真的好感覺很多 手機玩了這麼久,是時候看它的風扇 留意如果大家買Ultimate版本會跟著風扇 買一般版就需要額外買 外形上跟上一代差不多,但是尺寸大很多 再加上有兩個新設計的功能 首先就是多了一個低音喇叭 打機的時候的槍聲和爆炸聲是震撼很多 第二個新設計位就是上方這個洞 這個位置出的風就可以幫到螢幕散熱 裝上電話就看得清楚很多 即是今次這把風扇除了機背可以散熱 連螢幕都可以吹到風散熱 風扇體積大了 貼著電話這個導熱墊也是大了 也是可以幫助散熱 之前就展示了一個跟機的殼 另外這把風扇其實也會提供另外一個殼 它的洞再大很多 我想大家都猜到其實是用來散熱用 裝上風扇上去其實都遮蓋了剛剛那個洞的大部分 而且風扇盞燈比起原本機背盞燈搶硬很多 風扇就額外提供了4個實體按鍵 再連同上面2個AIR Checker 玩家可以因應不同遊戲去設定按鍵 還可以一隻遊戲設定一個圖 我玩了一陣子手感上,因為按鍵大了 我覺得2按了 還有玩槍遊戲真的很方便 現在基本上是走路和調角度才需要按螢幕 其他就設定到實體鍵 風扇底部還可以翻個支架出來 就這樣放在桌子上就很適合看片用了 OOG Foam 真是每一代都有新驚喜 用AIR Checker 玩槍遊戲正的大家都知道 巨集功能就適合一些需要掛機擦裝的遊戲 風扇又有進步了,就算你玩幾大食的遊戲都好 都不怕電話會太熱 今次的開箱影片就到這裡 覺得幫到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